HELLO 各位模型家們大家好 我是PTN最喜歡模型阿彥 我們今天來開一個很不一樣的 算是鋼彈模型吧 這個是鋼彈君 是鋼彈君普拉 是鋼普拉君 OK 不用膠水需要鉗子 然後多色成型的一個套件 那這個的話 它最特別是說什麼 它用了一種新的材料 這個之前我們在那個恐龍的系列 恐龍的組裝模型有看過 這個鋼彈君它其實是有一個動畫小劇場 不過好像我沒有看過中文化的 所以我就不曉得到底是什麼劇情 簡單講有點像日常 而且鋼彈君它這個是1比1的 這邊有寫吧 1比1的鋼彈君 那這個是DX-Set 什麼是DX-Set呢 就是豪華版 它不但多色成型 還可以有一個框架讓你裝在上面 這個我一開始我以為是說 它直接射出一個這樣子給你 我想說哇這麼厲害 這不就跟那個絕版的鋼彈模型一樣嗎 結果沒想到我們仔細一看 這個框架 它其實是框架裡面還有一個框架的設計 真的是滿奇葩的啦 那總之就是可以組成一個這個 在框架上的鋼彈君 鋼彈君就是一個角色 所以不是鋼彈君喔 是鋼彈菇 是鋼彈菇 好我們就快速的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開盒 喔齁 首先印入眼簾的就是 多色成型的 也不是APOT 是G1POT 1比1的鋼彈菇 這邊有寫 它這個白是有點 米白色 有點黃 有點暖色的白啦 然後這看起來也是一種霧霧的質感 應該就是它說的那種 材質吧 那種霧霧的質感 完全分色 然後有一個這個簡單的地台 哇這個背包好小喔 看得清楚嗎 不是我拍不清楚 它本來就是有種霧霧的質感 盾牌沒有分色 呵呵呵 槍也是 就跟FG一樣是一片的 但是身體分色應該是完全的 應該吧 那再來就是這個有趣的框架 框架中的框架 RS782鋼彈的一個G框架 可以把你的整個 做好鋼彈菇 拆件以後裝在這個上面 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設計 框架中的框架 那旁邊這個應該是台座吧 蠻有趣的 唯一的貼紙只有這個 眼睛的黑邊 給你一個貼紙 好我們來看一下說明書 說明書也是比較小的一個Size 就這樣簡簡單單 這也許是最適合推坑原本不玩鋼彭拉的人的鋼彈模型吧 那這個系列看起來真的是 既有趣又可愛又簡單 還可以重現這個 真的是太妙了 這個 我是蠻期待它可以出一些其他的套件 像什麼積木君啊 薩克君的 但是看來好像也沒那麼容易 那個宣傳動畫裡面 好像說不會有其他的 但是我總覺得 這是一個伏筆吧 讓大家去敲碗 然後 然後就出了 是不是 還不錯 讚耶 這個盒子也相當的可愛 超級小的 它跟一般的HG 我比較給大家看 這是一般的HG 它才這麼小一個而已 所以 某方面來說是真的 很迷你的一個 DX套件 DXZ 真的是 很有意思 這我是後來發售之後才入手的 但是還是覺得很不錯 就 買一下齁 這個 A.COPLA 是環保的喔 好以上就是我們這個 算是母親節最 適合推坑給媽媽的套件 當媽媽看到這個套件就會說 有啊 好以上就是我們這次開合 如果喜歡阿演的模型頻道 記得按個訂閱按個分享 我們就下一回的模型影片見囉 大家掰掰 哈囉各位